金威城,全部馬不准皮搭檔第一場賽事 這場是五班馬跑千八米的路程 立即轉,確實在開閘時 前面快點的馬,見到埋藍位置 金威城也穿著更前一點 中間見到愛德過紅眼罩 在外面有大東海,中間紅眼罩 橙衫還有彩虹幻影,黃眼罩 就是這隻獸飛藍山 大約在第六位內蘭的確很漂亮 在後面雪堤寧,中間橙衫還有印度光輝內蘭 尾四是十足十,尾三常形多尾以天下寶 暫時包尾就是那隻鮑魚飛 好,開始轉,這個就是滿冠彎的時候 前面帶頭的馬有這隻愛德過,但帶頭也很少可 接著第二位就是這隻彩虹幻影 第三位內蘭有金威城 第四位黃山黃帽,黃眼罩有這隻獸飛藍山 在後面內蘭第五,還有這隻的確很漂亮 外面大東海網空,中間的馬匹還有這隻彩虹幻影 再後多少還有印度光輝 後面的馬匹就是雪堤寧,十足十和這隻常形多 暫時電後兩匹馬,一隻是天下寶,橙色眼罩 暫時包尾就是暴雨飛 好,跑到對面直路的中段 前面有個抵不住頸,這隻獸飛藍山的騎士 楊明倫先走了 見到內蘭第二位就是這隻愛德過 中間彩虹幻影第三 第四位的馬中間有這隻金威城 印度光輝上一些 外面大東海,再後面還有的確很漂亮 常形多,每隻隻騎 外面有雪堤寧,後面三隻 天下寶,十足十,以及這隻暴雨飛 好,進直路 獸飛藍山支離了一隻身位,首先進來 見到第二位有彩虹幻影,近邊愛德過 中間有金威城,的確很漂亮打衝鋒 在外面還有印度光輝 中外檔藍山就是這隻常形多 鬥到最後八多米,獸飛藍山內蘭 外面常形多追上來 中間位置還有金威城,還有這隻印度光輝 最後五十米,常形多在外面 一湧上來,贏出頭場 第二名獸飛藍山第三名 天下寶,印度光輝相當接近 結果這場賽事,這隻常形多 最後在直路上面 都見到騎士站上來 都相當輕鬆贏出這場賽事 獸飛藍山第二,第三名 有馬需要拍照 結果這次常形多 林美諾飛成為大熱門 都有六倍,在這裡贏了 真是超級的,在五班 跑到二名獸比藍山 都是這招 第三名獸飛藍山第四 印度光輝,1682 沒辦法了,那隻獸比藍山 楊明倫也很聰明 知道補速慢,自己選擇 不如貼著欄放好過了 賺了萬倍,聰明的情況下 你那個級數可能不夠人家 上映多,一條直路殺上來,全贏了 十一檔起步 其實他起步也不尷尬 不過反正也是追 特意的,看他 特意扣著他在後面 就扣前面的捕捉快 一齊在後面,還有一隻天下寶 橙眼罩位的內側 雪提寧其實不斷忙 都是想捉進去,但人家都怕很奢利 才會忙,遲了一點 說到進步,其實那隻甘威勝也會進步 也很接近 我看見偉達奧德國很簡單 已經可以將一隻馬埋起來 反而彩虹幻影 比幾步 但比幾步也開始收慢 楊明倫在二碟開始 已經覺得不太細路 我們在猜他 什麼時候開始踩上去呢 那一頭還沒說完 那一頭已經移出去 這場步輕盛很慢 另一隻舞創的 那些的確很漂亮 算了 這些真的 都沒得追 其實你印度光輝也沒有錯 難得主動積極 在這些位置 這些 今天 跑第四 其實都是全賴 全賴潘頓的 他真是引到最漂亮 最漂亮給你了 留了一隻愛德國 一比那隻手臂 一剪完之後 其實在 沒多久 你看到偉達奧的動作 那隻馬好像不太開心 那樣的 除了這樣之外 就在這裡 在這裡 另外其他的馬 能不能追一下 除了上應多 和天下譜之外 其實雪堤靈基這個位置 就算 你不是追到上來 跑入頭四名都好 都不至於 好像現在其實 可能今天臨場 你看到 剛才我們看到 不是說多寒 不是靜止多寒 是連一隻馬都緊張 如果這樣就沒得說了 那就煩死了 他說 這麼熱 煩死 煩死 會的 太熱了 有些馬不喜歡 就是不喜歡 看看第二場 就像阿倫 剛才可以